觀眾朋友晚安 來關心天氣 很多人今天一早上班上課 應該有覺得天氣怎麼說變就變 其實從昨晚在桃園 大台北一帶就有突發性的雷雨 一直到今天上午 都還是有陸續局部的降雨 而午後因為封面是在台灣的上空 配合西南風水氣 加上熱力作用影響之下 讓台灣各地的天氣是不穩定的 尤其是中午過後 各地的山區熱對流發展相當的旺盛 就下起了大雷雨 不過還好封面是沒有壓在台灣的上方 或是滯留在台灣 而白天雨雖然比較大 但是現在入夜之後就稍微趨緩了 從雷達回波圖來看 這回波是往東慢慢的出海了 那麼明天封面就會逐漸的北台 天氣開始好轉 好 今天下午 氣象局也針對了全台有16個縣市 發佈了豪雨和大雨特報 尤其是在金龍市新北市 還有在宜蘭以及花蓮 都是發佈了豪雨特報 來提醒觀眾朋友多加的留意 那麼累積餘量的前9名 也都是在花蓮 比較特別的是 氣象局在下午的2點多 也首次針對了新北的大暴息 發佈了山區暴雨的一個警示訊息 只要是觀測或是預測達到了暴雨標準 也就是每小時40毫米 就會針對這個油氣景點來發佈 俗稱國家級警報的災訪簡訊 在這個地方 這一兩公里範圍之內的民眾 手機就會直接收到了這樣的簡訊 來提醒大家盡量不要前往 並且注意安全 好 將與預報的方面 今天滯留風接近的關係 受到了封面邊緣的一個影響 水氣是增多的 各地都是下起了局部陣雨 或者是雷雨 尤其是午後有比較大的雨勢 那麼現在入夜之後 降雨可以看到已經比較零星了 主要是集中在 這東北部地區以及山區 那麼明天清晨上午 西南部是有局部的短暫陣雨的 接近到中午的時候 雨勢是會大致的逐漸緩和 而下午降雨的部分 會轉移到山區 熱對流發展帶來的局部 短暫的雷震雨有這樣的機會 並且這對流是會往 東北的方向來移動的 因此也影響到的東半部 還有東北角這一帶 一直到晚間 對流稍微的減弱 各地就會恢復多雲到其那個天氣 所以提醒您 明天外出還是要記得來攜帶雨據 好 未來一週包括大家關心的 端午三天廉價的天氣是如何呢 明天開始封面離開了各地的降雨趨緩 但是在山區還是會有短暫的雷震雨 好 到了端午節廉價呢 這一整週來說呢 都大環境吹的都是西南風 中南部地區呢 因為在迎風面的關係 是有機會出現局部的短暫 陣雨或是雷雨 那麼到了週末 水氣有稍微的增多 在這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也會容易出現局部短暫雷震雨的 至於溫度的方面變化是不太大的 各地都是高溫悶熱這樣的一個情況 高溫普遍是可以來到 32到34度 那麼中南部局部地區 可能還會來到35 36度 另外因為西南風比較強的關係 在台東地區是有出現 短暫焚風高溫這樣的一個機會 至於到了下週一來說呢 這個模擬顯示 是有梅雨季的第三波滯流風南下了 實際影響風面這個時間 還有降雨的強度是還有待觀察的 好 總結來說呢 未來幾天一路到了下週一 包括在端午連假的這三天呢 預估天氣的狀況是 都不會至於太差 但是要特別留意的是 這一週呢 各地沒有下雨的時候 我感受上面是會比較悶熱的 而在午後呢 是要留意熱對流的發展 因此如果是山區 還有西邊的話 要留意有午後雷震雨 那麼要提醒您 就要慎防溪水暴漲 到這些地方去遊玩的話 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囉 好 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北部地區呢 高溫是29到32度 低溫是24到26度 那麼基隆北海岸一帶 還是會有零星的降雨 中部地區呢 高溫是32到34度 低溫是25 26度 同樣留意午後 還是有雷震雨發生 南部地區又更炎熱囉 高溫甚至可以飆到34度 外處要記得防曬補充水分 低溫是25到28度 東部地區來說呢 高溫是31到34度 低溫是24到26度 以來花蓮地區要留意 有降雨發生 至於外島地區來說 高溫是26到31度 低溫是20到26度 尤其是金門還有馬祖 容易有霧產生 因此交通往返上面 要多加的小心 好 最後的氣象調定 要提醒大家的是 封面離開了 那麼天氣好轉 轉為高溫 炎熱天氣形態 要提醒您 外出要記得防曬 並且多補充水分 至於在山區還有西邊 因為午後熱對流發展的關係 容易會下起雷震雨 提醒您要前往這些地方的話 還是要多加小心 那麼外出也要記得 來攜帶雨具了 以上這裡的中視氣象 我是林佩潔 廣往回來也請您持續鎖定 中視新聞